春天的午后 一口马德莲 将午后的疲倦 一扫而攻 下午茶的浪漫 来自马德莲与玫瑰花相伴 这是浪漫该有的样子 为家里辛劳的女主人们 带来片刻的幸福感 今天带大家 手做一款 浪漫幸福感满满的玫瑰花马德莲 一开始我们先打三颗全蛋 再加入110克的砂糖 用搅拌机打发到有泡沫状就可以 再加入10克左右的蜂蜜 让甜味更加丰富 再加过筛的低筋面粉 115克 泡达粉5克 再加入30克的杏仁粉 增添坚果香气 搅拌到看不见颗粒就可以哦 我们用可以增添马德莲香气的无盐奶油 150克 放入玫瑰布里凉杯中 隔水加热融化 倒入玫瑰碟 至少两小时以上 这次我们用马德莲扁形与圆形各六连的模具做烘烤 我们在烤盘上喷上喷上喷一点烤盘不沾油 做好的面糊如果能冷藏到隔夜 那会更好哦 将面糊填入马德莲模具里面 大约8分满就好 烤熟后我们可以清除蛋糕的表面 看看会不会有回弹 模具内放凉5分钟后 倒扣脱模 让蛋糕自然掉落 今天我们想在马德莲上面 装一点巧克力与玫瑰花瓣的壮饰 能够增添一点浪漫 我们将白巧克力以隔水加热的方式加热到46到48度 完全融化到没有颗粒 关火冷却到30到36度 用洋杯或者是挤花袋挤入马德莲的模具内 每一格大约20克左右 再将放凉的马德莲放入模具内的巧克力酱上 轻压直到看到四周都有白巧克力 再将整个模具放入冷冻窟里面 大约冰10到15分钟左右 直到完全凝固 从冷冻窟取出来后 反扣模具脱模 马德莲会自然的掉出来 如果有卡住 再轻轻拍模具 在马德莲上挤一点酱 将要点缀的花瓣 或者其他装饰的食材粘上去 可以用玫瑰花瓣 或者是蔓越莓果干 点缀几个 性能力 增添一点浪漫与风采 如果你喜欢与我们每期共享甜蜜的烘焙时光 欢迎订阅我们 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 为烘焙有兴趣的好朋友 或在底下留言 说说你的创意和想法 说不定能给予我们下次更多的启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